眼前这辆毁不成形的货车就是被大树击中的车子之一 一辆好好的车子被压成废铁 可以想象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 这起树岛事件发生在登加楼刮拉尼鲁斯的巴都拉吉路 据了解当时天气晴朗没有刮起大风 路旁的大树也没有倒下的迹象 但没想到一辆载有三人的学校货车和一辆零路轿车 经过事发地点时大树就突然倒下 司机来不及反应就这样被大树砸中 36岁的学校货车司机和一名17岁的学生当场惨死在车内 另一名逃过死劫的学生则蒙受重伤 而零路轿车上的两名妇女同样身受重伤 校整局随后赶到现场剧断倒下的大树将三名伤者救出 连同两名死者的遗体送往医院 警方表示起初以为只是一场普通车祸 没想到抵达现场时才惊觉事态严重 根据民众透露 巴都拉吉路多棵大树早被鉴定可能随时倒下 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当局妥善处理 这起夺命事故发生后 当地居民非常担心悲剧重演 希望有关当局尽快砍伐这些危险的大树 免除后患 NTV7综合报道